如果你在马路边过完年之后 看到了这个万寿局 千万千万要把它搬回家 因为这个能帮你省下很多很多的买药钱 大家好 我是佛山阿花匠 这两天很多朋友会发现 我们隔壁的垃圾桶 或者垃圾站里面 经常会有很多的植物 花魁金桔 更多的是这个 这个叫做万寿局 在南方过年的时候 很多家庭会在家里门口放上两盆 但这个万寿局养得差不多了 比如过完正月十五 他就会把这个万寿局给丢到垃圾桶里面 当然更多的是放一段时间 等到他差不多卸了之后 才会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 其实您知道吗 这些夸卸了之后的万寿局 才真正到了它的最重要最明贵的阶段 这个时候如果您把它搬回家 您会发现一整年 您都能省下很多很多的买药钱 这颗万寿局是在我自己花盆里面拔下来的哈 拔下来之后呢 我就没有把它丢掉 然后放在一边 然后等它自然的干枯 那万寿局干枯了之后有什么东西呢 您看 这就是万寿局干枯之后的夸包 把它打开之后呢 您能很明显的看到这里面有什么 这里面有种子 对 这个就是万寿局的种子 我找了一个托盘打开给大家看哈 来 万寿局枯萎了之后 它的夸里面就会形成很多很多这种种子 这就是万寿局的种子 我去年的撒布隆登的上网去买 很便宜 三块钱就可以获得一千颗的这个种子 但是呢 今年我才意外的发现 吸收万寿局这个种子呢 每年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减 您看 这是另外一朵 把它打开之后 您看这里面又是这个种子 看到没有 这就是万寿局的种子 那万寿局的种子要来干嘛呢 那这个东西肯定是要来杀虫子的啦 这个东西能杀什么虫子呢 我先给大家看 这个呢 还没有花还没卸 但是呢 这里面应该也有种子 你看 这种子还没成熟 但是已经开始转色了 看到没有 它已经开始转成灰色了 当然呢 这么一点花种子无所谓了 没有就没有了 是不是 那这个万寿局的种子要来干嘛 我估计百分之九十九的朋友呢 也不知道 包括很多专业的人士呢 都认为这个是垃圾 不是的 万寿局 它 它的根系呢 在垃圾里面 包括我们把万寿局的叶子弄成营养液 撒在垃圾里面 它对垃圾里面的根线虫有非常好的抑制以及杀灭作用 除了根线虫之外呢 对垃圾里面 涂羊里面的虫子 比如 骑草虫啊 地老虎啊 这些虫子 也有一定的压制作用 另外呢 这个菊花 我们都知道本身它是拥有驱蚊的作用的 虽然效果一般呢 如果你只是把它种在花盆里面 它驱蚊的作用一般 因为毕竟浓度有限 但是呢 如果你种的多 花盆里面呢 的确是明显看到蚊子的身影呢 明显减少的 那这个万寿局的种子我们该怎么用呢 使用的方法很简单 比如您在家里种果树的花盆 比如那些角落 也不能种菜 也不能种花的地方 您就可以撒上一些万寿局的种子 直接撒上去就可以了 不用太过意什么掩埋啊 没有这种说法 直接撒上去 浇上一些清水就可以啊 您看 这里呢 就有一些前段时间我撒下去的万寿局的小苗了 这个万寿局的小苗呢 还是不经意的撒在这里的 然后呢 过段时间呢 它就会成长起来 您就可以正常的进行移栽了 万寿局这个种子的成果力非常非常的高 无论是家里的角落 或者花盆里面的边位 甚至呢 一些缝隙都可以丢下一些万寿局的种子 用这种方法 您会发现土里面的虫子没了 包括根线虫也消失了 有朋友可能会问 有没有这么流差 事实上呢 在澳洲以及日本呢 现在很多专业的农场呢 也开始大面积的去使用万寿局去种植 它们的作用呢 主要是针对果树的根线种 有了万寿局在那里呢 是明显感觉知道明显的看到 那个果树的根线虫是明显减少的 毕竟呢 我们养果树呢 都希望它是有机的天养的 用太多的药呢 并不是一个好事 但是呢 土里面的根线虫呢 很难杀 所以呢 专业的方法呢 就是现在的方法 都是用这个万寿局充值 在你的瓜盆里面撒上衣串 这个东西呢 不仅对瓜盆没有任何的损害 还会加速你瓜盆的营养的转换 还能抑制停瓜盆里面的虫子 细菌等等那些问题 我觉得养果呢 这才是最好的方法 我们养果很多大瓜盆 平时都空着很多角落 而万寿局呢 是最适合大家种植 您看呢 它的是虚根形 根系比较细 比较弱 而且呢 长这地方呢 它的根呢 比较浅 所以您可以放心的种下去 它不会强调你植物的营养 但是会保护您家的植物 我从去年开始 大部分的无花果 都开始种上几盆的那个万寿局在那里 当时我是花价钱去买这个种子了 现在呢 你可以免费捡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哈 有条件把它搬回家 等它花卸了之后 把种子留下 您会发现以后您养花 就不用买药了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佛山二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